第一线的看灾团的成员呢 也特别到了不同的地点 来了解当地灾民的需求 让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 来看看现在在太子港的附近 究竟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有些什么样的声音 又有什么样的爱的行动 小婴儿撕裂的哭喊声 令人心碎 赤瓶笼罩 海地太子港 泰巴尔市河床边的聚落 世人关爱的眼神 几乎不曾降临 尼可穆勒 泰巴尔社区 平同关怀中西的创办人 她捐出自己的房子 每天提供早午两餐 给250个被收养的孤儿 也聘请老师给孩子教育 11年过去 尼可已经成了大家的精神支柱 十一年来 用爱陪伴被世界遗忘的角落 尼可和慈禧海地正在先前团的志工 一同造访地震过后的泰巴尔市 大地震后原本就贫穷的社区 生活变得更艰困 外团的物资 更不曾触及这个案角 双手紧紧抓着木头 地震中受伤的小女孩 认着痛 让志工协助清理 脚踝上的伤口 极度缺乏医疗资源 让原本轻微的伤口溃烂身躯 食物匮乏 这一片面包 是孩子们今天吃到的第一口食物 这一趟勘灾之路 志工们看得心好疼 这一天 小女孩在志工们的协助下 来到陆竹慧 在海外工程公司的 一诊现场接受治疗 一大块的血管 通通把它清除干净 因为这个疏后会很痛 所以我们也给它 贴了一些止痛的贴片 保住它的脚 避免以后感生一个感染 到最后可能要截止的惨状 被遗忘了的一群人 志工们紧紧记在心里 第一批十顿的物资抵达海地之后 志工们将快马加鞭 展开发放工作 这群海地的孩子将知道 刺激人看见苦难 不会遗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说谢谢 祝祝 我们说谢谢 祝祝师 我们说谢谢 他在帮助海地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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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帮助海地 我们有一个 灰状 之前 也有很多 但现在 是严重的 所以 谢谢您 您的支持 大一新闻 海地正在先前团 海地的采访报导 海地